你知道世界第一瓶乳霜是谁发明的吗 还有世界第一瓶修护型的精华液是谁提出来的 还有就是世界第一个胶囊型的保养 谁是幕后推手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一下三个非常重要的女神 在我心中排行第一名的一定就是贺莲娜 在一百多年前可是时髦又前卫的呢 因为他大概在24岁的时候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想要帮他安排介绍 就是婚姻赶快结婚 他就是不想要接受家人的安排 所以呢他就坐船自己一个人 那个时候一百多年前自己一个人坐船到澳洲 然后他到了澳洲啊 其实他有带一个东西 就是他在波兰家的一个祖传秘方的乳霜 他到了澳洲之后呢 他就在药房工作 可是呢他也一边就是开始调配家里的乳霜 想说拿去卖 他就是一边卖乳霜 一边又在药房学习调配一些药品的工作 所以就这样坐着坐着 他就红了起来 大概在1902年的时候 他发明了世界第一瓶乳霜 那所谓的第一瓶乳霜就是 可以用来贩售的乳霜哦 这个就是他贩售的乳霜 叫做Valaz 这个是世界第一瓶乳霜 那他其实也卖得很好 声音越做越大 当他成功之后 他就想说我好像应该回到欧洲 我自己的国家继续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这些成功的经验 到了欧洲的巴黎 开始了他的一些美容的事业 可是后来啊 因为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纳粹占领了巴黎 他就觉得这里有点危险 所以他就是索性把他的东西收一收 他就移民到美国的纽约 就在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 开设他的一个护肤沙龙 大约在1939年的时候 他又发明了世界第一个防水的睫毛膏 赫莲娜女士创立的品牌 就是他的名字的缩写HR 其实大家听到这个HR可能不会陌生 因为他其实在十几年前 曾经进入台湾的市场 品牌的精神就是以科学美容中心为主 就是他的产品也是很贵的 可是是标榜非常的有效 你一擦就有感 这一瓶就是我现在要介绍的 像小药罐的乳霜 他的名字叫做黑绷带修复乳霜 他在中国大概已经红了两年多了吧 所以他有一些非常厉害的逆称 像是烂皮救星 敏感肌的青爹娘 让肌肤划出最高境界 以及是史上最贵的痘痘霜 其实大家听黑绷带乳霜 就不知道到底乳霜的质地是什么 其实我也超好奇的 打开来看啊 其实他跟一般乳霜有点点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的乳霜啊 看起来就是有点光泽感 可是你看莫子在镜头前看到他 其实有点霧面的感觉 其实他一挤出来 他一抹出来 他就是一种霧面的柔滑质地 擦在皮肤上面 其实就是一种很滑顺的感觉 我其实已经试用几天了啦 我就觉得第二天 就是我用完之后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的皮肤就是真的是满滑的 然后上底妆 粉底液的用量可以变得比较少 变得比较省 然后擦完之后皮肤就是滑滑亮亮的 第二个我心目中的女神啊 就一定是伊丽莎白亚顿夫人 她其实出生在加拿大 她18岁毕业之后 她大概做过看护啊 会计这样的工作 后来呢她就觉得说 她想要去纽约发展 所以她就到了纽约 她到了纽约之后呢 她是在一个美容沙龙里面 担任会计的工作 我觉得她可能是在那边收钱吧 所以就看到 哇 她就看到了一片商机 想说原来纽约有这么多的女生 都喜欢来美容沙龙做脸啊 保养肌肤 所以她做了一阵子之后 她就觉得 她自己也想要来开一家美容沙龙 于是呢 她就跟她哥哥借了6000块钱的美金 在纽约开设了第一家 伊丽莎白亚顿的美容沙龙 像是当时其实很多女生使用那些乳霜啊乳液 质地都是那种很厚重很浓稠的 因为毕竟都是自己调出来的嘛 那她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的皮肤啊 好像擦了这么厚重粘腻的产品 其实会不舒服 所以她就改良了那些乳液跟乳霜哦 他们把乳液跟乳霜 改成比较清爽质地的 所以这样子大家 更多人可以去接受这些事情啦 所以我觉得她的这个观念 跟她的做法非常非常的厉害 她其实在1930年 还发明了八小时润泽霜 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听过这个产品 八小时润泽霜 她其实是可以 擦在一些干燥的肌肤上啊 皮肤啊 身体啊 甚至头发 指甲都能用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万用霜的鼻祖吧 在1990年她更发明了一个 一直到现在都被很多人 模仿的一个产品的品项 像这一瓶金黄色的啊 就是史上第一瓶胶囊型的 精华液保养产品 从1990年上市到现在 其实只有改版过两次 在使用的时候啊 其实只要扭转挤出来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啊 现在很多人如果要出国旅行啊 或干嘛 带这个非常的方便 完全不占空间 用完之后这个就丢掉 这个黄金胶囊啊 它里面就是有含 我刚刚说的就是分子钉 可以帮肌肤抗皱啊 抗老啊 保湿 并且在皮肤上面有一个很好的屏障 如果对于就是皮肤比较干的人 它真的是一个很滋润 很棒的一个保养产品 这个黄金胶囊啊 在今年9月啊 它会推出另外一款 叫做维他命C胶囊 特别从美国实验室快递过来 一些真正的食品给我看 就是在我手中这些 其实看起来就是有点点古铜金 跟刚刚那个黄金 其实颜色上有点不一样 那维他命C胶囊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它里面 还有很多维他命C的成分 这是黄金胶囊里面没有的 所以它就有很好的净白的效果 我刚刚已经用掉一颗了 再撕一颗给大家看 就是用很简单 撕下来啊 挤上来 其实我用完之后我觉得说 你看到它就是比较水 刚刚的那个黄金胶囊 它的质地比较油 比较浓稠一点点 这个呢就是很水 就是可以让皮肤带来比较清爽的感觉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比较喜欢 滋润型一点的 想要抗老抗皱出皱 你可以选择之前的黄金色 那如果你想要一点美白的效果 而且比较喜欢清爽质地的 你真的可以期待 9月份上市的这个维他命C的胶囊 接下来啊 我就要讲雅诗兰黛夫人了 她的爸爸其实是经营五金行 是五金行的老板 然后呢 她的伯父其实是一个化学家 她大概在1930年的时候啊 她就在自己家的厨房 开始调配一些乳液跟乳霜 她当然也不会放在家里就没事啦 她就拿出去外面卖 她跑去像一些度假中心啊 俱乐部 还有一些美容的小店铺去卖 结果其实也受到非常非常好的评价耶 很多人都来跟她买 然后她很幸运的 就在1946年成立了自己的牌子 就是雅诗兰黛这个品牌 而且在两年后 就是1948年 就在纽约的第五大道的百货公司 设立了转柜 其实雅诗兰黛夫人啊 最让人觉得敬佩的就是 她提出了肌肤修护的概念 这个在当时啊 其实是蛮创新的 什么是修护的概念呢 其实就应该要去彻底修护受损的肌肤 让这些受损的肌肤能够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运作 当肌肤恢复到正常运作之后 它就可以很好的很顺利的吸收一些保养品的养分 所以肌肤就会更健康 大概在1982年的时候就推出了这个正经美容保养界的小中瓶 其实它那时候已经发现 其实我们的皮肤啊 在晚上应该要进行修护 然后早上才是防御 所以这一瓶刚开始的时候是夜间使用了 它同时啊 也是世界第一瓶使用到玻尿酸的保养品 那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 经过了六次的改版 已经加入了维他命E的成分 所以这个小中瓶已经是晚上也可以用 白天也可以用的保养品 像小中瓶的家族啊 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员 那最近啊 他也推出了一个新成员 叫做小中缩食精粹 这瓶小中缩食精粹 号称一滴油感舒缓发炎 它是针对 像现在我们很多人 常常会有就是肌肤敏感发炎的现象嘛 大概去皮肤科医师诊所问一下 大概有六成的人觉得自己是敏感性的肌肤 那为什么会敏感呢 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啊 睡不好啊 或者是紫外线的照射 其实这些种种的因素 都会引起你肌肤的敏感发炎 所以你就会有一些敏感啊 发炎啊 长粉刺长痘痘的现象 那这个小中缩食精粹 其实就针对这些外来 因为外来的刺激压力 引起你皮肤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来解决 怎么使用呢 其实它跟小中瓶比较不一样 小中瓶是白天跟晚上都可以使用 它其实就是在晚上 因为它要帮你舒缓嘛 所以就是晚上的时候呢 大概挤两滴 因为它跟小中瓶比较不一样 就是它的质地比较浓 你看它不太会流下来 它的质地比较浓稠 然后很适合做按摩 轻轻的按摩 其实它按了几下 就有点变成有点透明状 然后呢按摩几次 帮你舒缓一下 你就可以皮肤得到了一些 稳定跟镇静的效果 它可以放在所有精华液的 最后那个步骤 帮你把所有的精华液擦完之后 好好的再帮你舒缓镇定 这样子你的保养品 就可以发挥到最好的效果了 好了 今天呢我介绍了保养界的三位女神 你有没有比较敬佩哪一个 或是比较喜欢哪一个 还是其实他们家哪一个产品 你很想要买来试用看看呢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分享 可以写在下面留言给我 让我知道 那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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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